《四种烦恼》第一个 就是我见 根本就没有我 它只得有个我 这不是身见 这叫做我见 比身见重 它是身见的根本 人虽然不要这个身了 但是我有 它还只得有个我 那就是莫娜什 跟着它起来的烦恼 有三个 我爱 我爱就是贪 我吃 就是欲吃 我慢 慢是傲慢 我慢就是称慧 所以 贪嗔痴 是跟着我见 同时起来的 只要有我 就有贪嗔痴 跟着你了 这个麻烦大了 所以这个三个 叫根本烦恼 居身的根本烦恼 从这个意思里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 我贪 贪烦恼 我爱 我爱是贪烦恼 那么 情职 就是 贪毒的根 贪嗔痴 贪嗔痴的根是什么 贪嗔痴的核心是什么 要断 要从根上断 就很容易 不从根 很难断 所以 贪的根 就是秦至 称慧的根 就是傲慢 我慢 称慧的根 愚痴的根 就是怀疑 这个是贪嗔痴 三毒的核心 我们想断贪嗔痴的烦恼 是善里头教给我们的 不贪 不嗔 不吃 叫三善根 不贪从哪里做起 从 秦至 放下秦至 不贪 其他的都容易放下 不傲慢了 不称 就能做到 称慧就可以放下 不怀疑 不怀疑就能做到 不愚痴 愚痴放下了 所以 断贪嗔痴 找他的核心点 从这个地方下 难是确实是难 但是一定要看清楚 为什么 这是假的 外面境界 一切法 包括七情无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有违法 就是有生 有灭 佛经上 也常常叫他做无常 有生有灭的法 假的 不是真的 应该放下了 身见 变见 戒渠见 剑渠见 邪见 这是五种 见惑 是假的 不是真的 错误的见解 贪嗔痴慢疑 是死活 就是 我们想错了 通常 佛经上 常常把他 无中见惑 归纳 称他做 卧见 善悟的卧 这五种是卧见 贪嗔痴慢疑 卧见 或称为六个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 无量无边的烦恼 都是从他们生出来的 能生一切烦恼的根 是假的 所以烦恼不是真的 烦恼怎么生出来的呢 这个根 这是根 贪嗔痴慢疑 窝见 是根 根遇到缘 烦恼就起先行 是这么回事 你真把他看穿了 就叫做看破 看破 你就能放下 你不再执着了 烦恼献行 一笑了之 不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错了 放在心上就吃亏了 你就有悠悲苦恼 别人骂你 你放在心上 就生闷气 生了几天 自己身体气坏了 那个人不想干的 你看你窥吃多大 他骂你 指着你的名字骂你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啊 未必是知我啊 不就没事了吗 不放在心上 骂人 那个人骂得很辛苦啊 他吃的亏大了 我这一笑了之 没有接受 骂了半天 没接受 没接受就还给他了 我们不能禁止他 不骂人 但是我可以不接受 不生烦恼 那些都是语言 里面虽然根没有断 外图圆断了 也就不生烦恼了 我这一笑话 我这就会不生烦恼了 我这就会不生烦恼